那以超香的便當來講 它真的是好吃的 你不會覺得你在吃微波便當的感覺 這款是紋的 欸 爆香了 裡面醬很重欸 好可愛喔 你不會想像它是冷凍的東西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特 上一次介紹完Steven的冷門美食之後 Steven就造成一股 蜜糖地瓜之亂 全台灣的民眾不搶酒要吃它 所以介紹得很厲害的地瓜 那今天呢 就來介紹全家的冷門美食 但先說我平常其實比較少去吃全家 所以今天介紹的東西 其實比較多是網路上推薦 還有朋友推薦 加上有一些是我自己吃過 真的真的覺得很好吃 所以想說起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第一款呢 就是我們青酒蒸蛤蜊烤飯糰 這個是珊珊有一次介紹給我吃 然後我吃到 真為天人 我沒有吃過這麼鮮甜的飯糰 那這一款的價格呢 是38塊 嗯 其實你在外表聞 就可以聞到一股很清香的那個酒味 但是小菲姐是因為你在微波之後 它的飯糰其實會變更濕 所以比較難還原到一般真實的烤飯飯 但是其實你可以吃看看 它裡面的那個味道是真的很重的 然後可以看看裡面的蛤蜊 喔 吃起來蠻大喝的 對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點蔥 它很像在喝一碗荷麗湯 對 而且如果說你自己在家裡可以拿去烤一烤 或是煎一煎的話 一定更好 氣炸鍋 對 這個是玉子白米飯 這樣一小盒就要159塊 我之前其實曾經買過一次 還沒訂閱我 跟方便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們嗎 這一款很不錯 它的日式感還蠻重的 全家的鰻魚 真的好吃 它的味道很適中 日式甜甜的那種醬油味 它有點像那種 狐騷的感覺 它的鰻魚的肉質 我覺得是很嫩的那一種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它的白飯 我覺得白飯有點太軟了 我喜歡 比較它硬一點 它鰻魚沒有刺嗎 它不是很甜的那種味道 就是薄薄的 但是不會乾 而且它的飯是有味道的飯 大部分的飯其實都是白飯 然後再淋一點醬汁 但它這個是直接做到 你看它的顏色都已經 浸在裡面的那種感覺 雖然它不算像是餐廳等級的鰻魚飯 但以超香的便當來講 它真的是好吃的 你不會覺得你在吃微波便當的感覺 這個是 就是Emily看到 然後她覺得感覺很好吃 但是我們兩個都沒有吃過的 你知道我對掛包很挑嗎 它這個是台鐵的 跟台鐵合作的 而且它的花生粉另外放 所以花生粉不會濕濕的 少了點心 香菜 喔沒有香菜 對 說沒有香菜 那我覺得少了點靈魂 那很多人會吃香菜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它才做沒有香菜 喔 你現在推走 排骨跟掛包不搭 掛包不是要有那種三層肉 你知道嗎 它皮算是好吃 我覺得它的排骨是好吃的 可是排骨跟掛包就是不搭 不得不承認 它的排骨算是蠻臭的 而且也算是蠻大塊的 而且有入味 但是它就是不對 對 蒸蛋湯 終於可以跟大家介紹 這款是我的 這個非常適合晚上偷來喝 然後它的蒸蛋裡面有肉屑 它的蒸蛋是那種有洞洞的那一種 很像那種媽媽還是阿嬤在做的那種蒸蛋 其實會有氣孔 還破壞 喝起來很清爽 因為它蒸蛋算蠻多的 對它蒸蛋感覺是養三顆蛋 然後把它用在一起 它湯好好喝喔 對啊 真的很甘甜 這一碗的話是49塊 有時候碰到正餐 然後有時候沒味道 就吃這個一碗比較乾淨 有暖胃 墊墊肚子 對 或是你半夜 因為像我本人就是很常半夜熬夜剪片 所以覺得精神很累 想要喝一碗熱湯來提升一下 補充原型 焦麻乾拌麵 然後它這個是 象山豆加聯名的 這一款我會知道其實是因為我爸爸吃素 喔 它的麵體其實算是這種 比較像是手打麵 然後有一些 素的肉燥啊 豆干啊 還有小黃瓜絲 它很香耶 以我愛吃辣的人來講 我覺得脖道很辣 就是頂多麻麻的感覺 可是如果以不吃辣的人來說 所以會有點辣 它其實有點像是 辣的乾拌麵 但是因為它是素的 所以說 比較沒有那個肉燥的香味 它的麵體是好吃的 以微波來講 它的麵體 真的是Q的 喔 越吃越帥主耶 如果撇除掉那股豆味 其實 它的麵跟那個醬是好吃的 我就已經有點打趴 柔一些乾拌麵了 以素食的食品來講 它是很好吃的 那幾萬元 這一款的話是89塊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啦 法式檸檬塔 范范超喜歡吃檸檬塔 我喜歡檸檬塔 檸檬塔有什麼標準嗎 塔皮要脆啊 對 然後我夠酸 我覺得檸檬塔 很多人做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塑膠味 不行 你知道我塑的那個味道嗎 就是上面 洗粒筋那邊喝 然後就變得很 凝固 真的太凝固 要有一點點 小融化的那種感覺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全家這一款喔 有檸檬香 裡面是有點微中化 是酥的耶 可以耶 好吃耶 我覺得以超商人來講好吃 可是我覺得 有一個美中不足的點就是 塔皮是脆的 可是不夠厚 感覺可以再更香一點 這多少錢啊 42塊 可以耶 42塊可以耶 可能對我來講有點不夠酸 那種可能比較難接受這個酸 價格跟CP值很高 它是脆皮可可泡膚 那它這一份的話是45塊 淋醬的 對 它是硬的那種脆皮的 臭香了 欸我突然下巴了 真的跟醬很多耶 我覺得好吃的點在於說 它上面的那個皮啊 有一點酥酥的 有一點顆粒感的那種巧克力 然後它的醬 雖然沒有到苦啊 但是我覺得 不是一般的死甜的巧克力醬 以我來講 因為我是超愛吃甜食 可是如果以不吃甜的來講 沒有關係是蠻甜的 內餡很濃 跟內餡很多 其實算是蠻加 雖然它的程度沒有到外面 現烤那種泡菇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 突然想吃泡菇 或突然想吃甜點類的話 買它 這個是 蛋糕冰淇淋捲 焦糖固定烹味 這一款 比給價格是65塊 好可愛喔 它有一個教學就是 你可以 不沾手的使用 哦 甜花的值得 很好吃耶 你不會想像它是冷凍的東西 很像是日本的街上賣的小甜點 它外面那個好香喔 而且有一些焦韓味怕會很苦 它也不會 布丁味是還好沒有到很重 因為很怕那個 有一些布丁風味的會香精味太重 是有幸福感的那種 很像外面這樣拿 好像是日本的眼光跟鮮 這個就是少女才可以吃 還可以衛生擺姿 給你這樣吃一散 一口 OK OK 金剛抹茶夾心 好少喔 40塊 35 抹茶大概這樣子而已 巧克力味還蠻重的 巧克力很濃 它很優秀 我覺得它不可以像金剛抹茶 它應該叫巧克力夾心 然後過後面刮乎抹茶 就可以接受 如果你愛巧克力的話 我覺得可以接受 可是你就不要管抹茶這些事情 就你感覺買原味跟抹茶味 吃出來的感覺可能是一樣的 會很像就是好吃的巧克力手工品嗎 小點心來講的話是OK的 但特地去買的話 這樣就比較配同一點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結束我們全家冷門美食評比啦 來 我們大聲說出第一名 3 2 1 生蛋糰 真的這樣 真的好好吃 第二個你們覺得哪一個好吃 我覺得是素食的那個麻辣麵 那Emily咧 如果是以味道來說的話 我會選鰻魚飯 以CP值來說我會選烤飯糰 看你這樣 意外一下我會再回購的是檸檬塔耶 因為我覺得檸檬塔CP值很高啊 如果你們有去吃那一款的話 歡迎不要記我 喜歡影片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 蒸 蛋 湯 蒸 蛋 湯 嗯 欸 你下巴要吃 你先擦到 擦掉下巴 還有 還有 我的妝都毀了啦